微博小号有没有被粉丝发现过 不知道 有没有点进过粉丝的微博 呃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 所以我都我都挺正常 挺正常 哎呦哎呦 哎呦这都谁想呢 火不火看辣房 橘子辣房 我来了 橘子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任嘉伦 第一个女生说是第一个 变公司吧 最喜欢粉丝还有什么 对 为什么不爱穿短裤 有的时候会露面 那收到印象深刻的粉丝里面是什么 用图丁丁的照片嘛 私底下不拍戏时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叫 那对自己五官最不满意的地方是哪 对 你觉得自己对不符合白羊色的特点是什么 现在不喜欢极限运动 真是心理签计的篮球被你放在家里面 对 放在我的柜子里 那下一次九公格自拍什么时候 这个不知道 今天我来挑战犀利问题20个 开始 听一只白蛇传说是我拍过最什么的电视剧 最精分的电视剧 宠妻狂魔子萱和附黑的许萱哪一个对你来说城市提外难度比较大 最难的是子萱和许萱附在一个身体上的时候 就哪一个思想会对你比较像 都不像 现场能不能展示一下宠妻狂魔子萱的眼神和附黑许萱的眼神 还挑出记住让你印象深刻的这些台词 哦 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台词了 哦 这有 不用了谢谢 这有一些粉丝最喜欢的 不用了谢谢 杨子是我遇到过最不会什么的演员 最不会不会演戏的演员 那剧中有一个那个长睫毛的白蛇嘛 他可能会称为新一代的网红 所以他就今天爆红了你有什么想送给他 嗯 是我陪伴你长大的你红楼不要忘了 播出后吐槽的声音大过夸赞的话 你的内心晚思会有什么 没关系因为我们演员能尽力做好的事情我们都做了 很多其他的因素是我们控制不了的 有网友说任佳流的近代装没有骨干好看你想说 可能你们只看了骨妆而已 大堂老的时候有人说就分不清你的清理点嘛 但对现在还是真的观众你有什么想说的 你以后一定会分清的 在机场被路人认错 而且要签名的话你会怎么办 我在机场不签名 他粉丝都说你笑起来特别像地主家的小儿子是承认还是散播 无所谓 我也不知道 那你有看过自己的笑起来这样的吗 我肯定看过 但不知道他们怎么拍的 现在是29岁嘛 但大家说特别像19岁少年 对这种夸赞你想说吗 很多人羡慕不来吧 那你保持同样的密结什么 不保持他就自己长成这样 那你觉得自己做什么动作被粉丝来说自己撩 他们跟我说过好像我做什么他们都觉得自己撩死 我也不知道 但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粉丝爬强 你会想说什么 给你找到更好的 智商情商颜值共一百分的话 你为什么给自己分配 30 40 30 是100吧 30 40 30 对 那都说篮球迷不喜欢看资球比赛吗 那最近有关注世界杯吗 最近没有时间看世界杯 不太喜欢关注世界杯 比起篮球的话 我一定会关注篮球 但如果看到女生牙上粘着菜叶的话 你可以比赛 就告诉她你牙上有东西 直接说 小声的直接说 那合作过的你演员中 谁是你见过最能吃的 我不大看他们吃饭 所以我不能确定谁是最能吃的 本次想问最近是不是在鸡铁铁 然后酷的突然裂开就会等到 就尽量让她不要被别人看到 然后用别的舞蹈动作一直撑到最后吧 前当时间有记录的是那个高能少年团 就有看到是个王定凯的对者 然后有感受到来自年龄的威胁吗 年龄的威胁倒没有吧 因为游戏都是很没那么竞争激烈的 所以没法知道 如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促进了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一定是在做梦 如果可以的话 最想跟哪位男性交换身体 郑智讯 都说杨子的朋友片特别搞笑 那你看到过她发的最有气的一条是什么 她的朋友圈都很有趣 那如果我们下周大访杨子的话 帮我们提一个希腊的问题吧 你朋友圈发的那个减肥运动真的有效吗 微博小号有没有被粉丝发现过 不知道 有没有点进过粉丝的微博 有没有听过粉丝为你做的表情包 有没有在自己的超话牵到过 有没有被自己的亲戚问八卦 有没有喜欢到欣赏自己身材的习惯 有没有假唱过 有没有为这次采访提前做准备 提上问题有没有撒谎 我好像只有一个有是吧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 所以我都挺正常 挺正常 挺正常 情话终结者人家沦陷 挑战此的花式夸赞 我自己读的话我会感觉少很多了 因为我已经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话了 所以我说完了我不会有感觉 真是 哎呦喂 哎呦 这都谁想呢 说完了我不会有感觉 真羡慕那些特别喜欢人家龙的人 毕竟跟我一样有眼光的人真的不多了 求求你别再散发魅力了 你这个迷人的家伙 看你这精致的五官就是我们犯罪的开端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好动吗 因为每一刻都在为你心动 够完了 哎呦喂 我以后要少吃点盐了 为什么 因为闲下来就会想你 哎呦这都谁想呢 太有才了 这如果小时候上语文课的话 他们一定是语文课老师非常喜欢的课代表类型吧 谢谢 谢谢